来 来 来 老杰 我听听 我听听 这点事至于吗 把这事给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你不是每天吃那个什么什么蜜 什么花丸的吗 芙蓉蜜党生丸 对 就这个芙蓉丸 不是 你每天体好里都好好的 活到一百二十岁你没问题 不要我再说什么走啊走的事情 说不定我比你还先走呢 胡闹 说什么呢你 坐在 我跟你坐 记住 老爸现在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你的婚姻大事 爹 我知道 我懂我懂我都懂 这样好吧 只要许诺丹丸你别说订婚结婚 我都奉陪到底 可以吧 太子 你这句话老爸最爱听 等我 给你拿福隆蜜当声玩去 谁能搞定许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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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总 恭喜啊 许总 恭喜 许总 恭喜 来 许总 朱老师 这就对了 女人再强也是女人 总得结婚生孩子 放心吧 同事一场 朱老师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 来 恭喜了 恭喜了 恭喜te总啊 恭喜许总 好 许总 赢总 许总总 谢谢你 有点麻烦啊 谢谢啊 许总好 怎么了 妈妈 许总 恭喜你 小鸡少吃点甜的 你都胖成这样了 没有点 这不是你跟林总的洗糖吗 洗糖 我跟林总的 恭喜啊 请进 老师 老师 你看呗 老师 那个 那些洗糖你给我就地下回来 我千万不让许总看到 可是林总 那糖是你父亲和许总的父母 一大早上跑到公司来发给大家的 说是你和许总的洗糖 这要是销毁不太好吧 不是 你这样 你 你 你把他到马路上去送给路人也好 或者你实在不行 就把他拿到砖过去 当赠品也行 总 总之你千万不要再给我提洗糖这个事 一提我就偷他 可是林总 林凡 林凡 干吗 被雷批啊 温柔点不行 老师 麻烦你先回避一下 好 你要不要脸 怎么了 这段时间 我有招惹你吗 没有啊 那你干吗回我啊 我 我怎么回你了 你给全公司的人发洗糖说我要跟你订婚了 跟我订婚怎么了 我这人见人爱一表人才的多少姑娘想陪对嫁给我 我都不要 跟我订婚很丢脸啊 我没有工夫跟你闹着玩啊 订婚 我同意了吗 你林凡就是再好你是光明老公我也不同意啊 我还不同意呢 我说了我要追求你 那我就是光明正大的要得到你同意 用这种的调成小鸡 你太小看我了 那什么意思啊 唐不是你发的 当然啦 是你爸妈 还有我爸爸 早上八点钟就来了 文文人就送喜糖 说我们俩要订婚了 连娄叔都来问我要不要在订婚上 跟大家通知一下 我的亲爹亲妈呀 双方老人呢也是好意 想大操大办 让所有人都祝福我们 好了这这事你你你不用担心 这事交给我吧 反正我很多哥们都是过去公司的 让他们去策划就行了 好不 这什么意思啊 谁呀谁要给你订婚 谁要给你办婚礼啊 你别跟我办婚礼啊 那行啊 那你去说服他们 好 你看着我也没有用啊 你有本事你去搞定他们 今天晚上姜楠燕你爸妈我爸全到场 你去跟他们说清楚 好 恭喜 你跟我说恭喜 是 好 你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从来只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快快快快 水总 水总 我 干嘛 你没事吧 没有 吓我一跳 我就说不至于吗 就他在那儿炸炸糊糊的说你哭了就跑热天台上来了 我吃喜糖呢 你我的妈呀 对不起啊 我以为你想不开 要那个啥 我是想不开 你说我 我一身体健康 相貌端庄的有为女青年 我一直努力工作 为经济发展GDP的提升做贡献 我既没违法乱机 又没影响市容 我从不偷睡漏睡 出门也想着节能减排 我好好学习拿奖学金 业余爱好读书运动女星 我不就是二十七岁了还没有结婚吗 我爱着谁了 怎么谁谁都看我不顺眼呢 是我自己不愿意将就不愿意凑合 亲戚 朋友 家人 一听到我还没有男朋友 我这眼睛都发光哟 恨不得指甲把我推到路上 塞到一个男人怀里 要我今天领证明天就喝喜酒 我这奇了怪了 我孤独终老跟谁有关系 我开不开心跟你们谁有关系 你说完了吗 你说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 该面对的你不是还得面对吗 你有能得把这话留着 放着订婚宴跟你妈说说 我保证你妈 直接一个巴掌给你甩过去 把你拍晕了 直接动房 再说了 你说你能受得了你妈 成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跟你在这儿剥了反正吗 你还是说你能受得了你妈 天天跟你痛说家事 还有你家那个张普佳 马上考上大学了 分分钟男朋友都能带回来 你说待会儿你妈 再把这事当成一个事 天天跟你续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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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那小姨脸往哪儿放啊 难道我就只能跟林凡婚婚了吗 我不要 我不能 我不愿意啊 许总 你别激动 你 你往这边来点 文文你救我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 这个是热浪岛 风景特别好 海边有独栋别墅一住啊 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里面的珊瑚和鱼呢 不错不错这个地方不错 好 这样 这回啊 咱们也凑个热闹 他们想两头加上咱们 咱们五个人一起七度蜜月怎么样 太好了 我在 带上我 带上我 不是 想法是很好 关键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没意见 你看 林凡这孩子多好呀 什么事都让着许诺 绅士风度 老许在随我啊 老许啊 我们来谈谈这个婚房的事怎么样 是这样的 这个林凡呢 她有一栋富士的公寓 平处还挺大的 而且这个交通很方便 离公司又近 我们是很喜欢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们可以随着你 来订 这事呢 我也正想跟他们商量 这俩孩子年纪也不小了 这结了婚呢 肯定要孩子 这上班呢 也未必有多长时间 还得找一个 带孩子方便的地方 你这想的有点太远了吧 不远 就眼前的事了 连爷爷说得对 说不定我小姨先生就有了呢 真的 别瞎说 那个 要不我们先先先吃吧 不要等他们 先先吃吃吃 刚才夸你这个有绅士风度的 等等徐诺 没事 咱别管他 这孩子一遇到这个事就磨叽 咱们吃吧 吃吧 吃吧 爸妈 林伯伯 小姨 徐诺 你帮伴娘都带来了 害你想得真周到 很好 来来来坐坐坐 我们正在谈啊 你们这个婚定的事情 你这孩子 既然是双方家长会亲 你怎么带个朋友来了 你先坐 你先坐 坐坐坐坐坐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呢 是曲完婉纪念二十五岁 老家是凤坏西口的 也算是出身迷门故里吧 人家在宁波上的大学 去年才到了上海 现在在我们公司的策划部 当行政助理 汪汪这个女孩啊 善于烹饪兼于理财 而且人还特别的温柔 那你别别别坐别说吧 好吧 坐坐坐 许诺 这个林凡啊 说你很 对这里的菜色很喜欢 我如果你你喜欢的话 我们就定在这儿好吗 这个我可说的不算 坐 来 不是 加把椅子还是 林总 我爱你 林总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无论是学历 工作 家庭 我都跟您差得好远 我在上海这个城市 无依无靠 我什么都没有 我每天都想逃走 卑微地连自己的影子 都不敢面对 当我在公司我见到你 你对我笑 你安慰我 你帮助我 让我感觉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温暖的 林总 我爱你 我知道我配不上 可我还是舍望你能多看我一眼 和我多说几句话 哪怕是对我笑一笑 我觉得也很幸福 你说我不要脸也好 说我痴心放想也好 总之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就算这么卑微的我 也渴望得到你的爱 林总 我真的好爱你 你们也看到了 人娶完完那小女孩多可怜啊 我怎么好意思跟她抢男人呢 况且 林凡对她也不是没有感觉 说到底啊 还是林凡她这个人 她自己有问题 她对谁都暖 你看 老爱跟人家小姑娘玩暧昧 好了 人家现在当真了 我觉得啊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就不应该再趟这滩浑水了 我应该超脱一点 你快闭嘴吧 你还有脸说 刚才在餐厅当着林家老人 我给你面子 我没揭穿你 现在回家了 你还在眼 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呀 你看出什么啊 小姨啊 今天那个姑娘 她要是自己过来的也就算了 可是明明是你牵着人家的手 把人推到台前来的 小诺呀 今天这个事情啊 你做得太过分了 没错 太过分了 你说林凡那么好 你怎么那么瞎折腾呀 你再瞎折腾 你把这事搅黄了 林凡那么好的女婿跑了 爸妈呀 永远不会原谅你 你呀 别兴趣了 妈 小姨 这次的事 你太过了 我 我也不认你了 是 你跟着弯弯姑娘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家直接跑来跟你施爱了 人家说啊 你帮她的忙 你们还聊天 你们还有说有笑的 有没有这些事 好像有吧 你看我就说嘛 我一向教育你 你一个男人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行着正坐着端 尤其那些不认识的女孩子啊 你特别要注意 你不能跟人家嘻嘻哈哈的 跟人家拉拉扯扯在那个地方 这下就好了 你跟人家笑什么 你跟人家聊什么天哪你 现在好了人家找上门来 你说怎么办 我要说什么 我要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 那个弯弯姑娘 我的亲爹怎么可能 当然不喜欢了 不喜欢 嗯 说得很清楚 那好 明天你就到许家奥老 那个地方去跟他们赔不是 然后你帮那个许诺 约出来 当面跟人家道歉 跟人家保证以后 不会跟那个什么弯弯小姐 再去扯什么事儿 另外帮我们家那个传家之宝 你给送给许诺吧 什么主人跟他们道歉 还送传家把贫人 贫人呀 贫你这个废物 你跟许诺交往交这么久 什么都 都没搞成 我这怀疑你是不是我的儿子 这个事抓紧一点啊 比我还着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的 你在胡说什么你 你就是喜欢许诺他妈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自己没戏了 让我去追求他女儿 好 取行交往啊 你别胡说八道 我是告诉我们家的儿子 不能当诚实们 如果说你跟许诺 不想跟他来往 想跟这个弯弯小姐在一起的话 我告诉你 你那个叫变心 在现代人来讲的话 你就是劈腿 那是道德有问题的 那你老爸会被人家戳鸡凉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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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理论中文静 最近没有人家戳鸡详 没安全 有义的 不用担心 是 不,也不肯 这瓶 不用担心 没有别的 因为我们一直坐好 你你知道吗 我带到我的家联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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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 原来记不记得你回来狄欧之前 你问我 你就不怕我报三年前的仇 不怕我是赵天成的眼线 一旦我掌握了狄欧的核心资料 想毁掉迪欧可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爸 所以才会有这个房间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作为老板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吧 你的才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但是当时的迪欧 经不起再一次的风波 而且毕竟三年前有过那样的过节 所以 毕业 对不起 好 这个解释我暂且接受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现在你还怀疑我吗 自从你为迪欧找到了资金 在比赛赛里面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个房间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那今天晚上呢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在想我吗 你在想我吗 这 请进 林总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便当 昨天的事情 我知道 我知道 都是许诺逼你的嘛 我明白 这是不赖你 这好好的孩子被她给带坏了 我这就早就送上去 林总 其实我 真的 那林文不是恨死你了 这绿茶妹妹演技可以啊 不是 真的 我倒不觉得像演戏 完全是真情实感 说实话我都被感动了 那你的意思是 她对林凡是真的 反正她心思没在吉喆身上 你的警报算是解除了 我就说她是绿茶 而且还是特会装 也不完全是 我觉得 她想要的更多的 应该是安全感 这点吉喆就给不了 但林凡就不一样了 林凡可以满足她所有的愿望 所以 我可以理解 那说到底这感情也不纯粹 那里面还夹着还是欲望呢 再说了 你说来上海打工的 没靠山 起点地的人都多了去了 我也算其中一个对不对 那我这一路拼出来 我都是打碎后操牙往肚子里 我也没像她这样一天到晚 装可怜啊 是是是 我们家日记最棒了 棒棒的 我谢谢你啊 对了 一会儿要不要找小鸡 他们去你办公室 开个会说说产品的事 我是办公室啊 嗯 算了 还是会是吧 行吧 干嘛 跟我来 干嘛 你 可以啊你 昨天当着我爸 还有你爸妈的面来这么一出 直接把我变成脚踏两条船的城市美了 你自己解脱了 我陷进去了 还搞得我欠你的 你够狠啊 我跟你学的 跟我 你明明不爱我 至少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吧 那你干嘛这么迫不及待地 给我贴上一个有主的标签啊 林凡 你骨子里呢是挺善良的 可为什么偏偏对我这样 我妨碍你了吗 你没有妨碍我 我爱上你了 我记得我们两个人 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你自己剖析过自己的感情 你对我的只是喜欢 谈不上爱 好 那我今天正式通知你 我收回之前的那些话 当时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沈志泽 所以我说了那些违心的话 我希望你去追求他 可现在我发现 他不会给你任何回应 所以我现在决定 重新正视我们的感情 好让我们从痛苦和挣扎中解脱出来 你怎么知道他不回应我 就算他明花有主位也要移化芥末 而且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娶弯弯可能是真的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性 想着你的感觉 犹如雨的缠绵 淋湿我的岁月 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 想着你的感觉 想着你的感觉 犹如风的浅缀 吹乱我的日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约 你听好了 我不要再做备胎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正式地追求你 犹如风的浅缀 吹乱我的雨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约 吹落我的日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约 张王 不找你 这不是 这是什么呀 这不快过节了嘛 给各个商场经理的这个年结费用 还有平时一些公关费用 您好好算一下 整理一下 找许总签字 这要我做啊 皮特 你是运营部经理 弯弯现在是我们策划部的人了 你怎么还使唤人家呀 这个事啊 是这样的 这个费用产生的时候呢 咱们运营策划部还没有分开 弯弯呢 是咱们部门的文员 这个事她不干 你说谁干 再说了 你们经理都没说什么 干你的事嘛 K姐 没事 我做 好好弄啊 多算几遍 千万别弄错了 欺负人 还好许总回来了 要不然这小人得势 咱们可有得受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少说话多办事 那你临凡没对你怎么样吧 她能把我怎么样 算了 不说她了 说正事吧 店员试用推广的效果怎么样 盛况空前呀 别光说好听的有什么问题吗 真没什么问题 不过那些店员真的是挺逗的 特空 舍不得给客户用试用 每一次一上新闻问我好几遍 这点我真挺感动的 你别看那些员工啊 平时有点懈怠 但是还挺知道为老板省钱呢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也说明沈总他很有人格魅力 又来了 三句话不到要扯到他身上了 你是爱死他了吧你 对啊 我爱死他了 我受不了 进 许总 芮芮姐 皮特说这是商场经理的一些 年结报告单 还有一些需要报销的费用 让皮特进来呢 让皮特进来呢 哇 这么大手笔 嗯 刚说下面人给老板省钱 这就来个能花钱的 进 你还没办法 许总 您找我啊 是不是报销单有什么问题啊 数据超过了 正常行业标准的太多了 之前还没有申请 我不能给你签字 你开玩笑的吧 迪欧是业界的老大 标准超出平常太多 是很正常的 您别老拿蓝针的标准来衡量 再说我 我想提前申请的 但是您矿班两周在家 我找谁申请的 我都是为了公司好 我还好心自己垫了钱 您不会不给我报吧 这都什么东西啊 国金中心商场经理生日五千 大悦成经理结婚一万 横轮过节费八千 还有只金红桥 这什么玩意儿 这些 全都是白条 连发票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给你报销啊 许总 您真幽默 您说商场这些经理 给他们红包以后 还让他们签个字写和收条吗 您要是真不放心的话 有一个办法 您可以去跟那些经理一一核实一下 但是这样 就让咱们公司脸丢大了 我 再 再看看 再看看 是 那 那 再看看 他这单子肯定有问题 是 是有问题 闭着眼睛想都知道有问题 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动他这个人 我早就想砍了他了 好吧 那你刚才打一报告给任师傅 让任师傅看着办呗 我跟你说 皮特跟珊姐他不一样 这个人特油滑 他今天能坐到这个位置这么多年了 肯定是不干净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不干净的人不光是他一个 你是说李楠有份 不光是李楠 我觉得余曼妮都有份 不会吧 什么不会啊 你想想 余曼妮现在还不是正儿八经女老 老板呢 既然这个生意不是他的 只能把这些钱 穿进自己的腰包里 这才能安心啊 真要是这样 沈总真不该留他了 流来流去都流成祸害了 你以为老板不想把它开了 是不能开 加上现在法国这些状况 迪欧内部现在绝对不能乱 所以我跟你说 老板既然都忍了 你啊 忍忍吧 不能说 什么 这么多钱 你要现金我看没有 老婆这 给他卡上 好 我是真真漂亮 皮特 你怎么了 朱老师 你又怎么招着许总啊 没招他呀 你没招他 他让我们财务部 把各地区的公关费用 报销明细汇总给他看 好 本来我们这个月 就两个休产假的 人手不够用 又忙着做上半年的总账 这下可好 弄出这么一大摊事来 这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小李 今晚上加班 真的假的 他要公关费的报销明细啊 是啊 我一猜 就你得罪他了 这不明显在查你的账 你说你爸自己惹的事 给我们添那么多麻烦 你讨厌不讨厌你 朱老师 我冤哪 我真冤哪 你说我哪得罪他了 自打他一来 你说我过这日子过了 天天走道都溜着边走 手机都调着静音 我躲着他 不招哉不惹乎 你看 出了事他还找我 好了 好了 我不跟你平了 这忙着呢 我就跟你唠叨一句 你记得当心着点啊 行 谢谢你了 朱老师 一会儿我下楼 给你卖你最爱吃的 蛋打的酒啊 还算你有良心 等着啊 当心着点啊 那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目的 肯定是想借费用问题 向我们发难 因为给客户的好处 还有红包 都是没有签收和票据的 这些事我们说不清楚 而且这些事也不需要 真凭实据 只要老板心里一泛嘀咕 我们就没法翻身了 想得真美 不过 我才不怕 在这方面 我跟沈总是心照不宣的 否则我也不会对你和李楠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我就放心了 谢谢余总 不过 我也不想白白挨她这一切 我也不想白白挨她这一切 这面真不错 你们俩都吃开了 余总 老楼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楼叔 对啊 前两天她来找我报销 除了平常的加油票 停车票 居然多了两张演唱会的票子 还有一个生日蛋糕的票 我就奇怪 我就问她 说你这是不是谁过生日的花销呀 她吱吱吱吱的什么都不肯说 平常我看这个老楼爸 不像搞这种花样的人 你说 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柔叔孤家寡人的 有什么问题啊 你刚刚说什么说的事 我想想 前几天 演唱会上的票是 上周三的 周三 那是一号啊 我记得好像是许诺的生日吧 老楼 给许诺过生日 还一块看演唱会了 是 周老师 你太可爱了 怎么可能是老楼啊 肯定是 楼叔给沈总买的票 沈总和许诺 你别听他们在那儿嚼舌根子啊 你又不是第一天来迪欧了 他们就爱玩这一套 所以说我的生日 让我这辈子都难忘的那个晚上 只是个局 世人情空观 也没有那么夸张 但事业有一点 我前段时间也确实听到了 一些不少的风言风语 我没跟你说 你说人人事不做的这套事 这都是策划好的 人家是有目的的 你自己做营销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不信了 你别信 我跟你说 你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你比人家公司 拿得高一点而已 对老板而言 你就是员工 你有利用价值 你说他在利用吗 除非他亲口承认 许董 老叔 沈总今天没来吗 沈总早上来电话说 他这两天不来公司了 娄叔 有件事情我要问你 请说 上周我过生日 演唱会的票和生日蛋糕 是你帮我准备的吗 许总 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这 这个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我不信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不信你是在利用我 告诉我他在哪 沈志泽在哪 你告诉我 我刚给你表安排 你去问我他在哪里啊 我刚给你表安排 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 你先告诉我沈志泽 他在哪里啊 他是老板 他愿意在哪儿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回事 他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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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